苹果开窍了,iPhone X良心价,网友,终于不再是心动,可以行动了苹果在人们的心目中一直是身份的象征,也一直被打上了高价的标签。 但是苹果系统的流畅度是安卓无法比的,同样的配置,一年后的安卓会卡到不行,而一年的iOS依旧流畅,还有苹果的硬件也是非常好的,苹果的硬件一直是用的最好的,还有苹果自己研发的A系列处理器,也是苹果的一大买点。 苹果的硬件 iPhone X来说,这是苹果的全面屏手机,采用的是一星刘海屏设计,完全去掉了下巴,在屏幕上方的刘海中集成了很多的元器件。 而苹果去掉下巴后,也是非常激进的取消掉了指纹解锁这一个选项,直接用上了Facelet。 事实证明苹果的Facelet还是挺不错的。 谈到旗舰手机最热门手机iPhone X是名副其实,笔者好奇价格不菲的iPhone X现在沦为人手必备的了,甚至学生都是人手必备。 难道真的不用钱吗?其实现在笔者才知道,iPhone X大部分夜场,学生的都是买的拆封机,价格只要3000出头便可以到手了。 这就让我惊讶了,于是笔者也在远量购买了一台64G的不难看出这是美版机,但是无所,外观有使用不痕迹,不过也挺心对得起这个价位。 到搜查寻取页号连接了iTunes升级到iOS11年3月1日一切的问题,显示美版,大家对此有兴趣的可以交流下,有需要的也可以加Timeaway。 现如今入手iPhone X也是最滑算之际,永哥两年还是活妥的,玩大型游戏吃鸡,完全没压力,最起码全新国好笔者需要不起了,需要的大家可以加远量List101。 好力言归正传,而iPhone X的价格也是达到了历史新高,乞丐版都达到了8000家的价格,在iPhone X一开始发售的时候还是出现了供不应求的局面,但是,随着国产手机的崛起,今年Vilo和Odo相继发布了自家超高屏占比的全面屏手机,苹果的销量也是越来越惨淡。 面对这种情况,苹果也是非常的焦急,本来市场份额就已经不断的减少,没想到又被前后夹击。 在这种情况下,苹果终于开窍,iPhone X面临降价。 然而,让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,是这次iPhone X的降价程度非常大。 原来买8000家的iPhone X降价后,价格达到了6600左右,而雷版的iPhone X价格更是到达了5000左右的价格。 这波降价可以说是非常的良心了,估计会有很多人购买iPhone X有网友表示,iPhone X刚出来的时候,那颜值真的是让人心动,但是无奈价格太高,不能行动。 这波降价,终于可以行动了,确实也是,如此大幅度的降价,对苹果来说,可是非常少见的。 小编觉得这次的降价有着三方面的原因,一是和Apple Final X以及Levon X强市场,价格拉到同一层次。 苹果的牌子要想要一些,二是清理库存iPhone X发布,也是即将达到一年的时间。 这个时候官方一般都是在大力生产新机,老机型肯定是要清理库存的。 三就是大家关注的了,给新机型暗录,距离苹果的每年的新机发布月九月,也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了。 这个时间点,上一年的旗舰机,是该给新旗舰让录了。 今段时间,针对苹果的新旗舰的名字,也是有着各种猜想,有的说叫做iPhone 11,有的说叫做iPhone 9。 那么,你认为苹果今年的新机型,名字叫做什么呢? 我们这些地方 Casa 牛尾 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